吵架后他竟然这么做 哎呀再和你说话我就是狗 我和你谈恋真没意思 我别怠我 我能否每次跟我吵架都要说一些上人心的话 今天如果他不哄我的话我就要跟他分手了 我再也不要跟双鱼做谈恋爱了 他太烦恋了 好累啊 今晚的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振作起来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装妖装的不在乎 告诉他们男人就是玩具 就算我们没有他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我的心还是好痛啊 今天上个防水防汗的粉底 不然一哭两行百雷上青天就完蛋了 很好推开不怎么会卡粉 我不是一个无理取道的女人 但是我男朋友背着我偷偷加入我闺蜜的微信 不管他们是不是朋友 但这种做法是个女生就会生气的吧 我去质问她 她说我偷偷看她的手机不遵住她的隐私 拜托 你这个消息自己从聊天给我探出来 我看她分明就是恼羞成怒了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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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啊 又在找存在玩跟我和好 像她这种天天私底下跟我闺蜜聊天的 我不会请原谅她的 宝贝 是你男朋友加我的 我想着你的男朋友也是我朋友 我不通过不太好吧 我就加上了 没有不让你加 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这不是怕你多心吗 你看你现在不就生气了 你知道我会多心你还这样做是吧 宋佳佳你别太矫情了 我把你当好朋友我才好心和你道歉 并且提醒一下 你男朋友早就受够你了 一天天无理取闹 你说就你这条件找了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给他当牛做蚂蚁不委屈你吧 可以多说一句话我都委屈到小兔 家人们防火防刀防闺蜜 是永远的真理 既然你已经不是家家的朋友了 那我们也当成朋友了 我已经把他删了宝贝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吵牙就冷战 我忍你够久了 因为你还没空我就睡着了 生气我就陪你熬夜 你不想讲道理 我就不跟你讲道理 我就无理由哄你 你不让我加你闺蜜 我就把他删了 你到底还要怎样啊 如果我说你再这样 我就我就更爱你 放开你不是说再跟我说话就是小狗吗 我就是小狗 忘了忘了